这个是军事博物馆 这也是中国造的五六式半F动步枪 这个也是中国一代神枪 很多上了年纪的没当过兵的人也认识这个枪 因为这个枪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 那时候咱中国讲究的是全民游击战 打个伏击啊,远距离狙击啊 所以这个枪非常合适 那时候部队上除了政府班长装备一支五六出风枪之外 其他的都是人手一支五六半 那时候民兵也特别多 主要装备的也是这种五六半 所以很多上了年纪但没当过兵的人也认识这个枪 那时候部队还没有普及这种专用的狙击步枪 这个枪因为它射程比较远,精度又高 所以很多人拿这个枪当狙击枪用 那个部队上诞生了很多神枪手 现在国际护卫队用的也是这种枪 我记得上高中大学的时候军训的时候 用的也是这种枪 不知道现在军训用什么枪了 我认识的年纪大的用过这个枪的 他们当时是正儿八经军训 有什么爆破训练,射击训练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枪叫五六半 最不知道是半重步枪 虽然他们是民兵,但是他们真能上战场 他们关心的是这个枪怎么好用 怎么打得准 现在是很多人号称军迷 为一个枪的型号扣字眼吵来吵去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应该是这种上午精神 不知名的 你这个枪叫五六四三 你这种现在都看了 如果那种下午就犯了